凤九心疼阿兰惹 并和莫先生讲起自己记起了一位紫善银发的人 每次想到心口就隐隐作痛 却记不起他的模样 此时帝君正在门外静静地听着凤九吐露心扉 凤九想出去看看月亮 还和莫先生说起自己羡慕希泽对菊诺的关怀 而自己记忆中的那个人却没有关心过自己 凤九太难受便哭了出来 还靠在了莫先生的肩上 帝君有些吃醋 从莫先生的手中夺回了睡着的凤九 并将他带回了画坊 凤九醒来看到帝君在自己的身边有些惊讶 帝君想照顾凤九 凤九却误以为帝君是为了那两姐妹才这样做的 凤九休息帝君去找莫先生 莫先生假装不知情向帝君赔罪 帝君问莫先生是怎样进入这个梦境的 莫先生却转移话题 帝君看凤九身体虚弱 便让莫先生帮忙照顾凤九 自己去帮凤九采摘护心草 范茵鼓里 二皇子想进入梦境 被三殿下拒绝 三殿下向二皇子和耶摩君说起帝君的厉害 让两人放心 帝君出行之前帮凤九解决了青蛇的问题 凤九醒来得知莫先生要请自己吃烤鱼 开心地赶去船头 莫先生告诉凤九是希泽帮他抓的鱼 凤九有些惊讶 沈夜来找凤九 看到凤九和莫先生吃东西的场景 想起了自己和阿兰惹一起吃东西的回忆 沈夜邀请凤九和莫先生参加皇宫的晚宴 凤九很开心 晚宴上会有什么惊喜在等待凤九呢 与之后事如何 请登陆腾讯视频 搜索三生三世诊上书 速看版 即可 即可